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又華爾 羊姐 華仔 首先講下一套之前 需要給亡靈的嗎? 我們很裝狠的 亡靈的嗎?我們還主持在這裡插嗎? 還是怎樣? 我真的想問一些很女性角度的問題 這套叫做BA Word裡面 這麼多的青春的愛情故事 Born Miss Girl 這套我都覺得算是經典的 好像深藩都說過 如果一個你三不識七的男人 或者反過來我們是女人 跟你說 我找到你了 你第一件事你會覺得是什麼? 你什麼水啊? 癡汗 阿珊 你的答法技巧太舊了 不要鬆著一點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猜錢了 我一向都被鏡花說我沒有青春的 我們給亡靈的感覺 不要浪漫一點 浪漫看黑一點 當一個男人前戲的時候 要是搭散 通常都是古靈精怪的 別人都叫英俊 接著我們要講的一套就是 玻璃咀 Gas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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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每兩季都會訂一套的 PA Works的作品 上一季就是這個風平浪值得明天 風平也不錯 其實看這套的時候 我也有點期待 PA Works 又有新的 又有戀愛劇 會不會好看呢? 感覺上其實她的作畫是像花開的 花開蜜語那種 像太力多一點 對 也像太力多一點 也是一個學校 不是說 一班人在咖啡店面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學校其實是不重要的 因為他們是放暑假的 也是說夏天 其實就是一個弄玻璃的女生 深水透子 弄玻璃就有些 無緣無故對著玻璃 或者對著一些閃亮亮的東西 就有些共鳴 然後就看到未來的畫面 未來的畫面 叫幻覺 未來的幻覺 然後那個能力應該叫做未來事 是不是未來不知道 其實其實不肯定 在這個故事裡面 開頭透子對這個能力 其實都不知道是什麼 只是覺得一些很奇怪的 沒錯 你覺得奇怪的 看醫生 不可以 白天就會有些不發生的影像 然後在一次的廟會裡面 他就被阿俊 突然間來一個昇華同步 另一位超能力者 有未來聽的能力者 然後阿俊就說 我終於都找到你了 當然 其實去到第一、二集 我們當然是不知道 究竟什麼的準則 但是去到故事尾裡面 我依然是不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的準則 究竟阿俊 是怎樣去找這件事 是不清楚的 沒有人說過的 當然你不可以排除 他的未來聽的能力 究竟是不是說 他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跟著就說 應該是在附近發生 而去找這件事 有可能 其實就是他聽到一些聲音 現實又撞到這把聲音 即是他耳朵很靈的時候 可能會找到一個聲音的主人 相信其實他聽到的東西 跟這個人有關係 我也懷疑 為何會找到這個女生 找到阿森水頭子 可能會聽到阿森水頭子 我的地址是什麼 哪裡哪裡住哪裡 所以可以找得到 那些應該是 不知道是什麼 Stalker那些 而這套東西裡面 少年少女 三男三女 他們之間 亦都是很慣常PAA 裡面會有一些人物的結構 其實通常他那種 就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團體 五個人團體 無緣無故轉後生 或者是外來的人 進來這個團體 所以變成人形五公 他絕對不是人形五公 這次他真的不是人形五公 這次真的是一坨一坨的 而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套也是很多所謂的理所當然 由開口的時候 當然他們 他們未加入之前 這個五人的小團體裡面 其實原來是一個叫做 戀愛禁止的 戀愛禁止條例 對 但這件事其實是很奇怪的 這件事其實是 在前設你沒有鋪排過 然後就突然之間說 我要解除這個戀愛禁止的條例 而那個感覺是什麼呢 戀愛禁止條例 好像是套子 去瘋狂大你 那 他是瘋狂人 先說明 現在 做朋友的事 就不要說愛情了 對 我們 朋友 朋友 就還朋友 當你一輩子 怎樣啊 唱歌 然後 當然 透子 究竟 他在那個位置 就因為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相信 我相信是因為大家的感情很好 他又不想破壞 因為戀愛破壞這種友情的關係 所以訂立了這件事 一個自私的女人 那大家同意 大家都是自私的 我相信 不是的 三女 兩男 條獸不夠分 我們要先維持現狀 所以阿俊的出現 成為了生態平衡 不是 你應該這樣看完事 他知道隔離陣 這個風平浪症 發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 就知道 男和女的婚姻 是會造成世界末日 為了不發生這件事 很簡單 一是家人 一是減人 當發現了 阿俊隔離陣 咦 齊章 總之 無論如何都好 只要有一個人肯定了另一個 這件事是能夠解決的 所以就解除了這個戀愛禁止的規則 當然解除了這個規則之後 這些叫什麼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其實連Z也沒什麼人提 他也是創出來的 然後廢除那個也是他 而 首先的就是阿雪哉 和阿透子的告罰 是 Gang姐 在裡面的時候 但這個感情也沒有鋪陳過 感覺上就是一見忠誠 甚至我覺得你很難說是一見忠誠 因為至少在短短兩集裡面 其實你是看不到阿雪哉 對阿透子究竟有多喜歡那個感情 你看下去其實你是很憑有意 只不過是說什麼呢 當戀愛禁止條例解決了 就好像他的腦裡面 戀愛的機關開著了 然後引擎就突然之間 走得很厲害 然後他就很想告白 這個很明顯是抑壓得太久的過熱現象 其實透子不會有些事情 以為阿雪哉一直都喜歡阿柳 所以才廢罪他 想著成全隊 誰知道 原來他的對白對象 不是阿柳 原來是他 然後透子又對雪哉的告白 不知所措 然後就閃了 又沒有給回應 又沒有正式拒絕 這叫女神態度 所以是修兵 阿柳也是看到他告白的 其實我覺得整套作品裡面 阿柳的角色都算不可以了 其實是 對透子這個朋友 我只是想著 退居易善 我經常覺得他好像在收拾 深水透子的移歎 他不要那個 就算了 我把他放進去 就是有少許的感覺 一向都是對著雪哉的 不 可以這麼人人 你明白 一個好像大婆娘 那些感覺 有你了 沒辦法了 我男朋友去了 去找另一個 他肯回來肯回頭 都是浪子回頭 那些感覺上的 這些是感覺上的 河馬 河馬你形容錯了 那個感覺是 我老公出去偷吃 他才回家 是那種感覺來的 其實的確是 他們兩個住在一起 同一屋時跑 同一家屋 所以我說這個例子 是比較適合 記住回來 你出去滾女 出去偷吃不要緊 記得回家 即是回家喝碗湯 真的最好 這些很女人 對 感覺上 六個來說 以這個 描寫已經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位女士是精透精老少少少 她不是精透精老 她是真的喜歡雪哉這個人 她希望雪哉是開心的 當中裡面 你會覺得 後製這個人 是越來越被人討厭的感覺 我想大家都會認同這種感覺 就是當中裡面 就是無論阿俊之後 其實在一次大雨裡面 跟阿劉去避雨 不小心摔倒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場景之後 其實他在心裡面 其實燃起了一個道技的火流 流到爆 然後一些道火 出來 你見到就是 因為本身你說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這些角色是沒有那麼黑的 我不明白 但你透支他做每一樣的行為 都在這裡令到事件惡化 而他又好像很不自覺 說不關我的事 我第一次看到拍桌 就是他問別人一句 其實我不是喜歡哪個 你喜歡哪個 你自己不知道 要問別人的 我不是想等阿星華你那裡 不是他應該知道 他想要確定 最重要的是 最大火那一刻就是什麼 他解除戀愛禁止的時候 他是知道阿劉是喜歡雪哉的 然後雪哉和自己告白 就等於什麼呢 那個義拉森的大方說 喂 你老公和我告白 我應該怎麼搞呢 其實這件事 老實說 作為一個 喜歡他 你這樣去說 你現在是不是演藝線 不是 本來是可以很結束 你問一個最不應該問的人 你就算去問阿幸 你也不應該去問阿劉 其實阿幸是整個被邊緣化 其實這段事 他又不算邊緣化 很奇怪 他有他的劇情 阿幸 後一點 而且你感覺上很慢 這段事 說真的 也不是很難解決的 為何要弄得這麼久呢 不是啊 我覺得跟透子的性格有些關係 就是猶豫不決 那種性格 他那種不是猶豫不決 他根本是問錯人 他是 是很難解決的 是不是那種 天內 蠢蠢蠢蠢 那種 那種 他錯到那個地步 你覺得 你是不是有心 其實 你覺得卑微就是今季 魚康少爺裡面 結月 結月 結月那種 他真的操之大魚 但是這個人 他好像是 算過度過之後 都會試一下 但是你這樣 你是不是真的度過 整件事 這樣太多 其實都純情而已 我相信他沒有我意 但是 你看到就是 他不停去做每一件事 其實這個人 是錯得很徹底 和完整的 其實是 沒有心的 我相信是沒有心的 而故事裡面 其實一直是 懷疑 阿雪哉 其實對他來說 在告白了之後 其實就是 他一直在等待 透子的答覆 而 其實 其實等了越久 他就知道 越無可能 然後最終 阿雪哉 其實在 頂不住嗎 頂不住 有一次美術室 那時候 其實他都 清楚地再一次 說完這次 而且有個重點 在那一幕 其實他沒有踏入室內 其實是 已經在室外 那時候問他 我想他那時候 已經打硬書 直接質問他 你是不是對阿區有感覺 透子他們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誰有感覺 他這種反應 其實是很PA work的 傳統女主角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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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些朋友 稱為觀音的角色 一些典型的反應 即是不撒不吊 對 就是說 我不知道 總之 你先做個兵 我不知道 為何這麼多人喜歡我 你猜我想的嗎 這個 這個 說笑 但是 而在這裏 我們會說 因為這幾個的關係 是最多的 而阿劉 其實 阿劉 在一個階段 他鼓起了容器 就跟阿雪哉告白了 然後 其實他選擇的時間 也挺剛剛好 因為那段時間 剛剛 透子不給他答案 他就很失落 成勢 直接向他表白了 你也不能這樣說 阿劉 那種告白 其實他那種是一個 鼻胎宣言 就是告訴他 透子不要你 不要緊 永遠等你 即是一個好女人的表現 特問題是可以選他妹妹 這個 這個 另一個問題 這也是另一個人 形容的出現 不關事 其實他妹妹是無辜的 而這裏 阿雪哉 其實 當他知道 阿劉 喜歡他的時候 住在同一屋簪下 他是混亂 就是說 我不知道怎樣去面對 這個同一屋共住的女生 其實我覺得 一直都是當是家人 我想他一直都沒有一個戀愛 即是當姐姐 或者是妹妹 其實我想問 說那麼久 我們還是說不到男主角阿劊 阿劊 阿劊 這個 最後才說 這個 他其實是重要的 這個 這個人跟透子一樣 他也是坐得很完整的 這個人 所以也是最後 而 為什麼要說阿劉 其實阿劉 阿劉和雪哉這對 應該是很典型的角色 其實是一種 其實他的線 沒有什麼起伏 很平穩 但是 你會 這一對 其實是 在這一套裡面 最有味道的 因為裡面其實 無論阿雪哉之後 不知道怎樣反應 然後他選擇了 是什麼 他去集中營裡面 他想逃避 就是他想冷靜回自己 究竟知道自己 究竟是想怎樣 不是 逃離的地方 就是用跑步 參加這個跑步的集中營 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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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像用一些運動 或工作 來麻醉自己 那類 而你看到 雖然你說整套 到最後沒有說阿劉 和阿雪哉 有沒有成為一對 但是你感覺到 他們的關係 是進了一步 才不要認同 是不是一個情侶關係 因為其實 在故事裡面 最終其實 其實 其實阿劉 在他身邊 是一件多麼理作當然的事 其實 感覺有點像 老夫老妻 那種感覺 甚至乎 其實阿雪哉 在集中營之前 他自己有固定五點半跑步 所以被他妹妹的同學 稱為五點半軍 但是他去了集中營之後 阿劉 是繼承了去做這件事 才開始爆步 不是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那個意味在於 阿劉是想去感受一下 雪哉 他在做的事的感覺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節 就是 當其實阿雪哉回來的時候 再到達去看回阿劉 發給他的訊息 其實是他跑步路線裡面 或者是他經過的路線裡面 有些風景 其實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阿劉是多麼了解雪哉這個人 他來他的習慣 他的行為 和他的行走路線 都獎得療如指掌 這個吉隆 他什麼時間去到哪個位 好恐怖 五點半到學校 他都知道 吉隆狂來過這個 你就知道 這個男人是走不出這個女人的路線 我開玩笑而已 OK的 你看到他們兩個 最終 無論跟著就是 阿雪哉和阿劉一起去他的 計時賽等等 當阿劉 叫阿雪哉 他說 不如你參觀一下我無得二裡面的訓練 其實是說 那個感覺給我 我不肯定我這個解讀 其實是說 給你感受一下 其實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其實會有那種感受 因為說 其實我對你很深了解 其實你對我是不是真的 一樣那麼了解 是的 那樣東西 給我看見就是 他們兩個的關係就是 大家都有 共同的時光 其實我覺得 那一段關係 雪哉是比較避動的 阿劉 阿劉是比較避動的 我覺得男女的 沒有說一定要男性主動 主動或者女性主動 其實這件事是 相向你一邊打 其實都OK的 一個避動一個主動 還有這幾段關係 其實是被阿雪哉覺得 一直有人在他身邊 對他來說 就是說 阿雪哉會重新思考 這件事 沒錯 他是真的喜歡透子 透子 其實明顯 就是透子 都不是對他是一個 有愛情感覺的對象 他未必是放得下透子 但是他會意識到 有阿劉 先不論就是 他們之後 會不會發展成這個 戀人的關係 但是至少就是他意識到 阿劉這一個人 以及他究竟在想什麼 就是那種 提狐味 我不說明這一段關係 你們要問鏡花 不要問我們 問我們有鬼用嗎 鏡花寫文 原來這套東西 要看到大家 黑眼睛才能感覺到 這種提狐味 不是 我是說的 是僅限這一代 你要知道 這些是 那麼多的碎片 我們整合在一起 才有這件事 無數平衡 世界穿越了之後 就是有一個真相 但是其實 這套動畫 其實有其他的大問題 我稍後再說 是的 而當然你說 這一隊 最比較 其實是 PA Word 慣常 我們會看到的 一些正常的 水平的發揮 一隊 而當中當然有 兩隊的異樣 第一隊 我們當然不說 最錯的那隊 有一隊的就是阿杏 和阿杏 和阿杏 這隊 是很奇怪的 超奇怪的 我還以為阿杏會死 本身阿杏的行動和人家 人家的下山 坐車上山 是的 病虐少女是個設定 你接受吧 那你不要下山 那你不要下山 你只是野餐 不是 其實他這件事 其他人鼓勵他 你雖然說病虐 但是我們有活動 預算你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 你一個人坐車 不是預算你的 沒有關係的 坐車都可以在上 是重要的 這件事 大家就忘記他 是的 OK 他帶出就是他病虐的那種 體質 就是經常要去身體檢查 當然你說 病虐的特點 是在這件事裡沒有怎樣運用過的 其實是 都有一些劇情是帶出來的 不是 只是告訴他 那個舞台搬去醫院而已 不止 後面還有一處 就是其實說 我要行山 這次有搭車 就是阿友問他 這次有搭車 不是 我想自己用雙腳 跟進醫院是 就是這個 給我看到 是他 接受了自己體育的體質 但是他會有 走出的第一步的意思 而很有趣就是 因為阿恨這一隊 其實是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你說 阿友 已經在第二集裡 其實他已經 在觀眾的視頻裡已經知道 他是喜歡阿恨這個女孩 但是他找不到 他未想到怎樣 向阿恨這個女孩表白 但是在故事裡 就是說 究竟 什麼時候表白了 當然 在我們的神視點裡 就算我多看幾次那幾集 他們轉變那集 找不到一個故話 讀個小說 大家一起讀小說 看書 因為讀書叫書有 不是書有 甚至乎 我其實覺得 阿恨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可能 察覺到阿友 對他 和其他的人不同 其實他都知道 可能不用說出口了 他已經知道他的心意了 這樣 嘩 感覺上 這麼隱蔽 我認同夜行者 說那個 的形式 但是 去到 那個 拍拖 他們叫做 什麼呢 似交往 又不似交往 那種階段 我覺得 我不會用提狐 去形容 我會用鬼 去形容 很怪 感覺不到 為何突然黏在一起 不是黏在一起 沒有問題 黏在一起之後 那些 男的不同的 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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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反而不是問題 因為 阿恨的劇情就是 看書看書 幼遠看書 有一幕 阿恨說 要去他自己 最想去的地方 去到那個聯網塔 結果 他好像說 和別人表白 然後他拖了 心想和誰表白 我突然想想 是不是有些白痕味道 他喜歡 他又喜歡女 又喜歡男 即是雙性 雙性女 這一隊 我看得笑了的一節 就是 當阿佑 去阿恨的家裡讀書的時候 然後 後子來 那個感覺 給我什麼呢 大火燭 大火燭 為何要爬槍走 讀書就是讀書 在別人的女生家裡讀書 有什麼所謂 你要爬槍走 那感覺很奇怪 然後阿恨就說他讀書 你知不知道 這一幕 如果在戀愛禁止的階段出現的話 我覺得整件事是一個笑點來的 糟糕了 戀愛禁止期間 我們 孤男寡女一起讀書 但那一幕 我又不是笑得出來 我純粹是覺得 又是有一種 體貼阿恨那種心情 其實 你想一下 他們兩個又不是什麼關係 你留個男生在你房間裡讀書 那你這麼急不應該走過去看 他不想朋友 用有色眼光去看著他 讀書而已 感覺上是 那其實一開始 不要走過去了 今方讀書 錯了 剛才阿惡人姐都說話 阿惡是一個很聰明的女生 她根本是看透了透視這個人 她知道這傢伙是不敢寂寞 但她看到她自己有男朋友的時候 她相信她自己會遭受一個很仔慘的對待 所以先趕走阿佑 不是 她沒有趕走阿佑 阿佑自己爬槍走 這不是體貼的表演 其實不知道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很難 我沒有青春 我有這樣 有衰的人 有negative的人 我想到那一幕 我真的想到逐間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事情 當然是逐間 你不是逐間的記者室頭 透支有沒有去到房間 就說 其他人有枕頭 沒有人有 看到後 透支想約 阿佑是破壞的 副日品是搞錯了 對 搞事 而你說這一對鬼異在的地方就是 無論是去到入院的時候 跟著阿恨 在她父母面前 介紹這個是什麼人 他突然說 這個是男人 然後又說 然後又說 什麼時候的事 你見一下 是不是有一晚我做了什麼 然後我忘記了 是不是平行時空 當時我經常在想 我覺得是 你害怕的 在當中沒有一個人做過表白 突然之間 她說她是你男朋友 即是怎樣 然後就算說 真的好像宣稱了這個關係之後 他們當中也是沒有變化的 不是 這個更奇怪的 就是 宣稱了阿佑是男朋友之後 阿佑的表現開始覺得很奇怪 開始去逃避她 不出現在她面前 不去探病 而且她有契機 不探病 那裡是有契機的 應該是跟頭子有關 我記得 通常都是 應該跟太寶有關 所以才有阿恨 看到這件事 有些錯綜 大寶和兒婆有些爭拗的時候 她就約了兩個人去這個 廖門堂 現在三個裡面說清楚 總之 兩個我都要 我不是不喜歡你 都不是不愛你 不過我兩個都喜歡 其實現在是 所以 也講解了 為何阿恨 看到阿俱第一集的時候 這麼黑我的臉 即是這個阿恨 其實都是兩臉都要抱 不是阿恨 其實一開始應該對阿佑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還是對女兒的一種感覺 都是淘汰的 最壞都是淘汰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感覺是什麼 是 是 老婆 見到老公出去滾 你出去滾 你滾 我又滾 你找兒子 我都找兒子 那是一件好事 對於兩輩都 然後 找到兒子出來 我就跟我老公攤牌 我告訴你 我現在有老公 不是只有你才會出去偷吃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完全 喂 但是 你 有沒有可以反應到這件事 真的很像 是啊 其實 真的差不多 那個解釋 但是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最老闆就是 又覺得沒問題 對 這就是被人吃著 寬一兵就是這樣 我純粹覺得那一幕 其實是 阿恆想大婆和兒婆和好 麻煩你 透子和阿柔是沒有任何衝突的 是啊 而最大的衝突的位置 是在阿恆自己本身的身上 不知為何 就說 他好像 覺得 透子不知道有什麼 好像改變了 這樣 覺得可能說 這個朋友 好像遠離了我 不知還有什麼 好像說 再不是我認識那個透子 那樣的 那個感覺 但 跟你倆一起說 嗯 我很喜歡透子 我也很喜歡阿柔 那 你這個算是表白 還是出於朋友之間的感情的表達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看不到阿杏和阿柔的愛情 他那種不像是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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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好像比友情更多一點感情 有愛情未到 有情又多一點點的東西 但你們跟兩個表白 跟有馬說的是一樣的 他們是書友 就是透過書籍而產生戀愛的感覺 哇 這樣兩個都很文青 現在流行的 什麼戀愛的 哪有兩個都在看書 眼都看過 手沒拖過 手沒拖過 那可能有些剪掉的 可能 剪掉的 要跳湯 真的 這個比出來 最後就是我這一隊 我還可以說阿柔和阿雪哉 那一隊 他們是一個緩慢的 慢慢走著他們的道路 一隊的 我叫情侶 可能這樣 但是 我這一隊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形容他們的關係 不是 其實我認為阿柔是觀音 阿柔是孫楓 永遠都逃不出去 五指山 不清楚了 但是 他其實聰明到已經掌握了阿柔 會怎樣做 這對我的個案 我純粹是不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因為 他跟雪哉那一隊好像不同 因為 不是阿柔喜歡透子 而是女兒喜歡他 但是阿柔也沒有任何行動 他真的說 我喜歡透子這句 也沒有那些很揭屍底 就要爭女兒的行為出來 當然 這是青春劇 我知道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我明白 又不太白合 感覺實在是沒有 雖然他有一些很妒忌 第一二特 但他好像沒有這條連結 很冷靜 這麼冷靜 可能會有些冤枉 不知道 可能會有些病悶到你 精神病 精神病 首先定義這件事 其實他們是不是人 應該是人 還是幻影 我敢肯定 他們兩個的精神上 都會有少少問題 不是少少 是很多 透子那種應該是思覺失調 而阿柔那種是人格分裂 是的 因為有三個人在露營 他一個人坐在這裏 有兩個倒影 或者兩個倒影 然後你回答我 我回答 這種就是思覺失調 不是 人格分裂 思覺失調 就是透子經常見到很多 不知道應該看到的東西 他有幻想 他有幻覺經常都說 哇 這條仔會咀我 怎算好 思覺失調就是早期的精神病患者 可能會推進抑鬱 幻覺 這類的東西 其實他已經出現了很大部分 因為他經常見到一些 突然下雪 突然發現家人有精神病 突然及早求疑 突然看到阿柔在高樓下跌了下去 但這幕其實是最好 不是 其實你說精神分裂那種 其實看完十三集 完全沒有說過這件事 沒有的 應該這樣說 這兩個角色 透子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他穿插在不同的人物裏 他也是作為一個 Disjoiter的角色 他是不一樣破壞 我不是說破壞愛情關係 是破壞友情關係的角色 應該叫做混亂的中心 對 他是一個Little Buster 對 其實他是一個 OK 對阿區 你要怎樣形容 阿區 另一個混亂的中心 阿區 他也是一個破壞者 但他專門破壞就是破壞透子 一出場就破壞了 他們五個人的友誼 先破壞他們五個人的友誼 然後逐個 乘虛而入 有沒有乘虛而入 是很難說的 然後其實各個的情節裡 無論有一個好像風平浪靜的橋段 就是所有人攤牌 這裏都有一個這樣的情節 但這裏攤牌的情節就是 我完全沒有愛情 總之我現在說什麼呢 總之你跑贏了我 我就不再見透子 那裏都要參拜 那你當透子是一件貨物 你現在也是 其實挺不尊重的 那一幕看得挺不舒服 其實阿劉不是一巴骨 一巴車 一巴車進去 然後沒有問題 然後透子就說沒有問題 其實覺得對兩位女性都不尊重 當場是覺得對阿劉都不尊重 當場是覺得對阿劉都不尊重 他還說一句說 你輸了 你沒有了透子 你不要緊 你又有阿劉 即是幾個這麼刻意的 你現在交貨 對觀音來說 看他的男人為自己而爭受 是很開心的事 但阿劉 對阿劉是不公平的 那一幕是覺得 那兩個男人都很卑鄙 其實不關雪桌的事 純粹是阿區的問題 雪桌只是被他引導 你現在想怎樣 我過來 雪桌是一個很被動的角色 是阿區 阿區最搞笑的是 為何我會說這個男人的人格訓練 他說完這句之後 他第一句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我會說這句 很明顯是一個人格訓練 才會說到的人 不是我說的 他下一句還要說 你接著透子問他 你比賽真的會贏的 不知過 應該會輸過 他說他大部份都會輸 不是 他說 我應該是會輸的 但為何會說這句話出來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傢伙 就是剛才說這句話的對白 那傢伙是阿區 是區一 還是區二 還是區三 全是不知道 他是想讓透子給別人 其實當時我也不明白 我也不可以問 你明白 兩個男兩個女 贏的又透子輸了 又說漏就可以了 那如果倒轉就錯了 如果他輸給他 他豈不是要吃掉漏 沒有說過這個話 那又 那個問題就是 建立就是 阿區這個角色 奇怪的是 一來到這裡之後 就跟透子說了很多奇怪 當然你說 因為透子本身 都可以說 他有他所謂的未來碎片 他開頭清清這件事 叫做 然後他很想去解決 這個 他兩個能力可以合在一起 他想知道這種能力的東西 但不知道 究竟我想知道什麼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知道什麼 那可能是其中 他三個人格裡 其中一個人格才知道 但他現在現時的人格 不知道 他林彼說沒有了 林彼也失去了能力 他人格失去了 這個逐步逐步 冷靜點大家 然後就是 去到中間裡面 其實 無論對阿雪哉 對阿流 這些角色 他不停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干擾 然後你去到 到了 這種能力究竟是什麼 其實他一直在故事裡 他一直引導透子 那件事就是 這種能力 是可以尋找到一些東西 是可以對我有幫助 但是 當然我們看到動畫 一直都沒有說 我們就不知道這裡有什麼幫助 而且也不知道他找到什麼 到最終 到最終 他失去了這種 聽到未來聲音的能力之後 然後他就說 算了我放棄了 然後說 透子 你嚴重了 關我什麼事 我治好了 其實現在 你症狀嚴重了 其實跟我不太好關係 其實這件事 他給了一個感覺 突然之間說 他很想去找那個答案 他失去了那種能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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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那種能力 失去了去找那種東西的動力 好像失去了那個人的主軸 然後人就好像 對呀 他那個人其實是一直都沒有主軸的 幸好是 不是很奇怪 其實一直都沒有說過 他的目的是什麼 看完整套動畫 他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對 然後又告訴他 到透子的症狀嚴重了之後 這個人我覺得真的是靠一下 他就說 其實 這個意思 我在用個比喻 醫生告訴他 你發燒嗎 我也是發燒 其實 對 되고 確實ón 醫生發燒第二個 其實我不肯定是發燒的 可能其實是伊波拉病毒 不過 沒有關係 我被我走了 什麼 就你 即是你去灌輸給透子聽 說這是類似的能力 那我們灌輸了 你沒事後 他完全像手不理 不是他有理過的 因為透子看了一些好像很恐怖的東西 但是阿區有幫他找到那些東西 但是他的劇情很奇怪 比如晚上在美術室過夜 或者是聽他媽媽彈琴 但是這些橋段我完全不知道 對劇情有什麼 其實他們說可能聽他的媽媽彈琴就有共鳴 可能 可能 其實他有講解過 他看到未來有幾幕 看到一些東西完全沒有出來 例如阿區跌在高台又跌下去 很多東西都沒有出現 有些烏鴉飛出來 烏鴉在哪裡 下雪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那些是什麼 林美有講解過 林美一區 其實這些不一定是看未來的 沒錯 剛才我講的例子 他一直在灌輸這件事給透子 但不是這件事 而你裡面看到 你只看阿區的家 你就知道這個家都是不正常的 有這麼大的房子去露營 關你什麼事 有這麼喜歡睡在床 吹什麼 這種感覺 林美一區 床邊睡了三個 對 對 他曾經露營 也曾經一個人變了三個人 變身 不過最奇怪的是 透子的媽媽解釋了最後的拆招 她媽媽說 是呀 我以前年輕人也有這件事 即是說 遺傳 非常 她媽媽跟她說 思覺失調 我也懷疑過 只要經過正確的治療 是很可怕的 她說我年輕人也是這樣的 當時好像看到有人 那些幻象 不過這些可能是我想出來的 你年輕人的色調 都不覺得奇怪 我也是這樣 但是也沒有解釋到 阿區是否同樣有病 這個遺傳就說完了 就行了 不 應該說 先不計 特殊能力 是沒有人解得通的 最後 透子簡直是 她可以形成一個固有結界 形成一個新的世界出來 然後她可以把她的朋友 那些全部 幻想巨艷化出來 不知道在她的腦海裡 那些 巨艷化出來 不只重要是 那些朋友 視她就沒有什麼 對 為何是這樣的環世界線 就是她 那件事 其實 那件事 我們也說回 其實 因為我們一直在說愛情故事 阿區和透子 不是靈異故事嗎 是的 他們這一對 首先 透子對阿區 她的感覺 是由她 神神化化的表現 裡面 代表說 這個男人很神秘 不知道在做什麼 慢慢 當然我不排除 有英俊這個因素 然後 她就開始對 這個男性 阿區這個男性 有點興趣 不知道她 好像 為她的生活 可能帶來一些 驚喜 轉變 刺激 而阿區 對透子那件事 其實阿區 是很典型 風平浪靜 阿房 我記得了 即是地上人 是的 那個個案 就是我夢表長說 不知道的 不關我的事 你們這些 這麼乖乖乖乖 我雖然要找些東西 但我不知道找什麼 其實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而 接著就是無緣無故 在那一幕 即是這些兜兜轉 劇情裡面 接著 到 透子在這個美術室 跟她說 她最後看到的景象 就是她說 我看到你疼我 接著她就說 那我疼你 為何要疼她 她又聽不到她的嘴 不是 你 建基於說 你們 之前那些感情關係又沒有 你突然間 嘴一條女 我告你非禮 不是很奇怪 一個女生就說 你不配合配合你 一定會配合 有見過 我估計就是這樣 她媽媽說 她以前年輕也有 即是說 她想的東西 她就幻想了出來 她在那裡吹玻璃 那時候經常說 她呆了 可能她一直呆了 就在想 我想嘴一下誰 我想嘴一下誰 我想嘴一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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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個幻影了 然後落雪了 烏阿又怎樣解釋 烏阿又怎樣解釋 烏阿不知道 這可能是 美術室 落雪和嘴 那裡是最多的 即是 我經常懷疑 她經常想嘴一下區 這個幻象 整個十多集 就是這樣 她想嘴一下區 這個是最過的主軸 我想到最後 就是 原來是這樣 這樣 搞十三集 這樣都解釋嗎 完全不成為一個故事 其實我看頭十一集 都覺得很悶 第十二集好像有回光反照的感覺 因為其實第一集 一開始就是一個她自己製造出 即是她在聽琴 其實是 她自己製造一個透支的世界 出來的 她的世界其實跟原本的世界差不多 又是剛剛呼應第一集 開始燃火的那一天 但是有少少個人來的話 那個關係有些不同 即是她那個世界裏 原本 就說區其實已經在那裡 反而她自己是 一個外奈者 但是她想帶出些什麼 我又不太看得出 那一段 那一段真的很深 深入我也看不到 你不能夠不去說區的 她聽完後製說 因為她腦海裏面 那個阿區 是說了一大段 最搞笑的是 她每個字 我都明白她說什麼 但是整個字 我都不明白她說什麼 但阿區的感覺 當時的感覺 是沒有那麼神化的 即是在那一段 因為那一段很奇怪 就是她其他朋友 見不到她 甚至乎不認識她 即使她之前已經介紹過一次 但是唯獨是只有阿區 找到她 我不知道會否象徵 就是阿區才是她的唯一 是的 我也推斷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也推斷 就是其餘那四個死開 我只是喜歡阿區 就是其餘那四個路人 即是可能她迷失了的時候 只有阿區會找到她 即是迷失終有著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抽象一點 當然就是 有一些很奇怪的 當然如果你說愛情的情況 就是離別的橋段 就是阿區要跟她媽媽 環遊世界 然後那一次又很離奇 她說 我好像真的喜歡後子 但是 跟她媽媽走 她媽媽又沒有逼過她 她說 你一定要跟我離開這裡 你不能選擇 她媽媽又跟她說 你那件事 要考慮你成怎樣 是的 但這段又好像 突然被人威逼 擺了一個憂愁的樣子 當然是憂愁 你去到外國哪裏 哪裏露營 沒有關係 你 你帶個露營過去嗎 外國不給答應 那裏是掙扎著 是透子的問題 即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為了透子 你就留下 或者帶透子過去 我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 喂 現在整件事 沒有人逼你 當然 我不知道她是否去三個人格 其中一個人格 出現了問題 她有這樣的懷疑 覺得她有否要逼她 哈哈 不過其實中觀而言 其實整套話想說什麼 甚至乎 每一區其實不是一個人 是一顆波子 為什麼 他最後很奇怪 可以吹一些波子出來 好像扔得上天 變成流星魚 那種不知什麼能力 對 我以為他們有超能力 我以為他們有超能力 他也是有的 然後 其實一直到最後 就是 阿透子的 這個所謂的 不知叫什麼的能力 是沒有解決過的 亦都不知能力 對 而精神分裂 而有人格分裂的阿俊 他的人格分裂 亦都沒有說過 最後是怎樣的 什麼靈靈靈靈靈靈病 精神病 大佬 嚴重了 跟一個人輕微了 那兩個精神病 都很合理 其實他整套話想說什麼 我沒有 都說你精神人 會否有精神人想事 很正常的 你不用苦惱 不知道 我解釋不到 唯一我解釋得最精準的那一對 只能夠是阿劉和雪哉的那一對 其餘那兩對 異境太高了 嘗試問是鏡巴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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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貴的尾尾 三十多套的尾尾 最後是哪一套 最後是戰國八三 對不起 其實是一樣 我們剛才說的 整理得這麼有條理 千萬不要以為動畫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整理了很久 把碎片混亂 但動畫的表達 我覺得是非常差 所以我那些碎片 我記得有一幕 他碎到油 看著書 肚子 然後轉到另一邊 我完全不知他為何 碎得這麼奇怪 不得不提 最後是他的畫面表現 他很多時候 完全不知理由地 突然間整個風機 沒有意義 做一些攝影效果 那些叫Event 特效 描畫 更甚我反而覺得 為了省錢 我記得有一幕 他已經定格了 但背景還不停說對白 我覺得那幕很奇怪 非常奇怪 我記得City Hunter也有 最後在原場的時候 也有一幕好像 流畫 但問題是他不是 一直都是這樣 他有一幕 那一幕差不多 五六秒 特別效果 他畫面已經定格 好像那幅畫 但背景是有兩個人在說話 最重要的是 他這個畫面 不是我玻璃看出來的效果 那些是攝影效果 很明顯的 但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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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件事就是畫面 畫面的構圖 我理解不了故事的內容的核心意義 我也是理解不了 究竟這一套東西 究竟他想表達什麼呢 我真的要祈求高手 有什麼值得觀眾去看呢 去欣賞這套東西呢 或是期待Game of Last Day 是異景太高 我們不明白 而PA也覺得他們已經進化到一個意識流的階段 還是這套東西本身是一套垃圾呢 總觀而言 我真的解決不了 但真的我不明白 很趕客 我只是說一句 很悶 很麻 很碎 而且我覺得我們看完都已經很厲害 其實是 我還記得人名的那一刻都更厲害 我們是勇者 昨天近了一晚 我們是勇者 很痛苦 一邊看一邊的動作 如無必要的話 大家對這套東西都可以 插少了 而且後面不錯 有妹妹出場 我覺得後面才不好 我們看妹妹 我們到這裏 下一套繼續